可同爱说爱笑 一笑就眉眼弯起 牙齿细细白白的 露着一点淡粉色牙影 她将每天的精力和见闻整合起来 她将晚间主导整个聊天过程 傍晚的五点三十五分 可同到家了 她将小巧的拎包朝玄关柜上一丢 金属链发出哗啦一声响 她弯身拖鞋 懒洋洋地叫了一声 只在家 卫生间门口探出一个堆满泡沫的脑袋 临棚弯着腰 两只手正揉搓着头发上的泡沫 卫衣下摆在腰间结了个疙瘩 露着半截肉色 绿色胃裤的布料更是结局 刚够遮住屁股 将两条云衬长腿展露无遗 和同拖拖塌塌地朝客厅里走 边走边剪下丝巾 又脱下外套扔在沙发上 戒指将整个人砸了上去 但冲着卫生间的方向喊了一声 蓬蓬 你怎么这个时间洗头啊 你要出去吗 对方没回应 只有水声 过一会儿 和同起身去厨房 回来时端着个水杯 已在卫生间门口 她透过镜子看着正用毛巾包起湿头发的林蓬 有约会吗 林蓬的皮肤不算白 但很紧致 眉眼生黑 带着几分利落英气 她从镜子里眯了和同一眼 笑道 约会只洗头就够了吗 不得洗个澡 和同跟着笑起来 到酒店再洗吗 同洗同浴 两个女人的玩笑开得眉边眉眼 冰蓬顺着话题说下去 春宵一刻值千金 洗了再去 节省时间 直奔主题 去你的吧 真要有这觉悟 才不会和一帮女的住一起 他们两个今晚又不回来吃饭了吗 可能吧 林蓬随口回答 将护肤水在脸上拍得噼噼啪啪 咱俩晚饭吃什么 和同摊摊手 我今天不想做饭 你呢 我也不想 林蓬笑着眯起了眼睛 带着洗发水和护肤品混合香气的手掌 在和同的脸上拍了拍 咱们出去吃 我请你 和同和林蓬是高中同学 当年的同情室友 如今的和居闺蜜 尽管 他们也并非无话不谈 比如 帮和同想要在林蓬那里 挖掘一点妇科诊室的故事时 林蓬的那张嘴就会关得比棒壳还严 林蓬是一家书费很贵的私人医院的妇科医生 他的病人们因此带着几分故事性 和同是一位审计师 一年里有大半年都在出差 可读书很多又很杂 脑洞巨大 他们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为什么半截断掉的婚姻会被称为失败呢 要知道 好多正在进行时的夫妻关系 也并非是美满的 而将婚姻进行到底 也未必就是成功 三年前 林蓬卖掉了已经诞生出前夫的房子 最后一次从那扇门里出来时 他拖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 一边按下电梯按键 一边对电话另一端的合同说 必须卖 我必须立刻马上就搬走 哪怕看着房子里的一块地砖 一块墙皮 我都觉得恶心 哪怕再在这里多住一天 我都觉得窒息 当时合同正一个人 租住着一套空旷的两居室 他立刻发出了号召 快搬过来 帮我分担房租 后来他们又认得了兰西和家宝 彼此一见如故 如今四个女人 共同拥有着一套四居室 房子地段不错 小区绿化也好 楼下有超市 出门有地铁和公交 蓝西和临棚是有些存款的 合同和家宝的经济实力 却是单薄 因此在房价高得吓死人的当下 四个人供一套房 就显得轻松多了 他们在合住初期 就公正了买房协议 此外生活里 没什么条条框框 他们有空了就下厨 顺手石斗公共空间里的卫生 每周采购 每周请阿阿姨来做一次深层清洁 足够自由 轻松和谐 他们都觉得这样一起生活到老 完全没问题 这也难认嘛 呵呵 然而 这个春天的夜晚 河童和临棚吃饭回来 在小区门口 刚好遇见蓝西和家宝 从同一辆车上下来 站在车旁的男人 身材修长 气质不俗 与黑亮的越野车很是般配 她与兰西他们到了彼岸 目光仍对着离去的背影 夜色和灯光里 看不清她的目光给了谁 已经走过了 河童仍然回头看 她碰着临棚的手紋 这是家宝的追求者吗 谁知道呢 临棚说 生命如花 谁还不想要一场 阳光雨露的照拂 你也想要吗 你猜 她只怕雨是酸雨 阳光咬毒 临棚抽她的手 真的 你这张嘴啊 撇瞎说 回头又惹了大家不高兴 这一年 何彤和临棚三十岁 家宝二十六岁 兰棚是四人当中的大姐 三十五岁 三年前 兰棚的丈夫因病去世 现在她一个人经营服饰公司 以电商渠道出货 自己出境带货 还有家宝兼职做她的独家模特 四个人揣着各自的精力与伤心 若说谁最有可能被情爱打动 大概就是家宝了 毕竟她年岁最轻 尚未踏足过婚姻 而心如磐石的那一个 该或是兰西吧 在那个灯火璀璨的春夜里 何同是这样觉得呢 不得不承认 人和人之间 总是免不了会有远近亲疏 即使三个人一起走路 仔细观察的话 也会发现其中的两个人 可能走得更近一些 彭珠的姐妹中 何同一直觉得 自己和临棚的关系最亲近 可是就算她把自己的过往 和心路历程 抽丝包茧地给临棚说上一百遍 也换不来她的一次交底 何同从来不知道 临棚为什么会离婚 越是不知道 她心里就越是 有着别别扭扭的好奇 临棚的前夫 是做医疗器械生意的 精明帅气 提起前夫的劣迹 临棚只有两个字 恶心 何同脑洞大 做了无数猜想 越猜想 越对真相好奇 日益何同 她从不会沿自己的婚姻经历 前夫姓赵 还称之为赵狗 姓赵的 三年多前的某天夜里 她枕着男人的腿 刷着某网 看中了一只大红色口红 脑袋就在男人的大腿上滚了滚 撒着娇说 你给我买这个吧 男人不应声 半靠在床头 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的手机 何同的手不太老实 嘴里还嘟囔着 你姐不给我买 男人腾出一只手 牵住了她正游动着的手 敷衍着 买买买 何同 他起身 抱着双臂 将那个肇事的手机 牢牢地捂在胳膊底下 问他 姚骚了是不是 男人想要用愤怒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皱眉瞪眼地斥责他 胡说八道 夫妻俩坐在床上对峙良久 男人的态度软下来 把手机给我 听话 何同偏了一眼 按下去的屏幕 问他 密码多少 男人不肯说 他起身想要拿回手机 何同不给 可手脚使力 对着他又抓又踢 不知哪一下 踢在了男人的小腹上 他恼了 搬过他的肩膀 就捶了他一拳 男女力量悬殊 他觉得没用什么力气 何同却觉得 他下手重得很 手机砸在地板上 没有人去捡 避免的内容已经不再重要了 何同跳下床 床头柜上不久前 用来窃水果的陶瓷小刀 正闪着亮晶晶的光 何同不知怎么 就把他抓在手里 手臂折折地伸出去 将刀剑对准了他的丈夫 何同的手抖得 就像深秋的最后一片叶子 他知道他根本就没有 扎下去的力气和胆量 他也知道 他抓着他的手腕一鸣 陶瓷小刀就砸在了地板上 丈夫开始哄他 只是他的柔情浅全 却让他生出了反感与异样 他推开他 从地板上捡回了那个手机 他要知道刚才的拳头 是为什么落到自己身上的 这一回 他痛快地给他解了锁 并且一再强调 真的没什么 你相信我 手机页面还停留在微信朋友圈里 铺片上 大眼睛肩下巴的陌生女人抱着一只小奶狗 偶尔威拳刚好露出女人胸前的沟壑 配文士 官宣新成员 可爱吧 笛下有身边这位赵姓男人的评论 唯你可爱 拆得远 女人回复 讨厌了 后面跟着三个害羞表情包 何同把丈夫的手机翻了个遍 也许确实没有更严重的问题 也许是他轻理删除的好 总之 那个夜晚在冷战中 还算平静地过去了 哼 不是一下子就理了的 然而信任崩塌了 才寄予想象生根发芽 撬动了婚姻的根基 接下来 他们别扭 冷战 反复款问和查手机成了家常便饭 尽管什么都查不出来 查完之后也免不了一顿好场 他骂了 骂他在小视频和朋友圈里 都能达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高超 但也憋着一肚子火 无处发现 只能摔门踢柜 都累了 都烦了 双傲在一起已经失去意义 离婚前的最后一页 丈夫给他跪下了 他抽自己耳光 但向他认错 和何同不想回头了 说 第一 你不该疗骚 第二 你不该打我 第三 你膝盖那么软吗 办完离婚手续之后 站在民政局门口 何同问他 你到底有没有出轨 有有 已经成为前夫的男人 看着何同的眼睛 疲惫而柔情地说 我们的婚姻 只存在了七个月零三天 是我失了兵界 伤害了你 童童 我知道我错了 对不起 何同的目光略过他淡青色的下巴 熟悉的触改一瞬间 仿佛从心肩上搓磨而过 激起了一阵酸痛 还一下子就红了眼圈 我不原谅你 四个人中 家宝最年轻 人生经历却并不简单 十八岁那年的家宝 是跟着小男友来到这座城市的 他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 不仅除了攻击他学费和生活费 其他事情上不太管他 家宝读的是一所不入流的大学 除了收费高 其他水平都不高 让家宝越读越懊恼 家宝和男友每周见面 穿越大半个城市 劳心劳力费时间 后来他在男朋友学校附近租了房子 黑校一下子变大 那就索性退学去找工作了 家宝是他的网名 大家都这样教他 久而久之 倒更像是他的真名了 家宝漂亮伶俐 工作不算难找 但学历和精力有限 他做过餐厅饮味员 超市收银员 卖过手机 蛋糕 婚纱 目前是一家珠宝店的柜员 兼职做蓝西服装品牌的模特 二十二岁 二十二岁时 男友即将毕业 方方面面都要花钱 家宝成了他的物质保障大后方 那时候真年轻嘛 很多事情看不穿 一颗热烈真心 全放在那个人身上 又因为原生家庭的缺憾 一点爱一便满足 家宝觉得自己就像幸福快乐的小主妇 只要持续着那点欢欣抽打 就可以陀罗班跨活旋转几十年 直到有一回男友带了两个同学回来吃饭 家宝忙活半天 一边在围裙上擦手 一边告诉男友 说炉子上炖着汤 一看着点 他说完了 就扯下围裙飞快地跑下楼 买了几样熟食小菜 另一只手拎着一打啤酒 他吭哧吭哧地爬上四楼 从半开的房门里 听见男友的声音说 他 学历不行 头脑简单得很 以后怕是也只能站站柜台了 漂亮是漂亮 在一起久了 也就那么回事 类似的话 私下里 他不是第一次提起 细想起来实在残忍而客观 纵然他有百般不好 又何苦当着外人的面 将女友拆骨包皮 家宝心里酸浪翻涌 他站在门口平静了一下情绪 还是笑容满面地推门进去 男友没有起身 倒是他的同学迎上来 接过了他手里的东西 年轻时的伤口 太容易被甜言蜜语和肌肤相亲覆干 哪怕眼底蓄积着满满泪水 也抵不过恋人的三五句好话 一场缠绵亲吻 后来又有一次 家宝发了笔奖金 下班就飞奔去超市 爱了男友爱吃的排骨和榴莲 上楼梯的时候 还被榴莲粗糙地硬刺摘了好几次腿 可是那天晚上 男友没有回来吃饭 第二天也没回来 偏巧足屋里置冷时 隆隆作响的冰箱坏掉 男友回来时 一眼就看到了冰箱底下一片水 等到拉开冰箱门 榴莲和排骨的臭漆 就混合着扑面而来 彼时家宝正戴着白手套 在给一位优雅的女士时代钻截 手机间连震动了几次 留下了男友的质问 买那么多东西做什么 冰箱坏掉了 你不知道吗 厨房臭得就像找气池 我还要出去 没空收拾 你回来弄吧 家宝笔直地站在柜台里 脸上职业性的笑容 一秒都没有消失过 后来他从柜台里 拿出一个细细的彩金戒指 拍了张照片 发到了男友的手机上 说 明天就是我们在一起 四周年的纪念日了 送我一个礼物吧 隔了十分钟 男友没有回复 家宝发送了下一条 我们分手了 二十四小时之内 把你的东西打包带走 不然就去垃圾箱里找吧 后来 家宝和兰西说起这些时 兰西问他 十分钟也太短了 如果他只是没来得及 看到消息呢 这是很有可能的 家宝笑了笑 我知道他看不起我 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啊 而我不够优秀 又对他死心塌地的倒贴 这两样合在一起 就是贱 和初恋男友分手之后的 家宝变得聪明了一些 却也似乎有限 那个三十多岁 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人 从家宝手里买下了一条 据说是送给母亲的钻石项链之后 第二天又来了 这次他买了另一条 是家宝之前推荐过的 当时他说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一款 不够奢华 但足够精致优雅 男人开始追求家宝 他说他单身 他对他无微不至 他用成熟男人的经验 将女孩的心思摸得透透 他叫他我的小姑娘 还关心他的衣食住行 细致又宠溺 更像一位老父亲 他和前男友截然不同 家宝被打动了 三个月之后 家宝做了他的女朋友 尽管他每个月 都要消失几天 像关心他的大姨妈 是否准时一样 成为日常 成为必须 他也不曾有过认真猜疑 直到有一天夜里 微信视频邀请 遥远而激烈地响起 眼镜男人从被子里 伸出光罗的手臂 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 发现他黑着屏 安静地可怕 于是他反应过来 是装在文件包里的 另一部手机忘记了关机 他不可掩饰地腿了 他慌张焦躁 气质全无 视频邀请响了一遍又一遍 家宝套上睡衣 起身去了卫生间 种种迹象串联 他终于明白过来 他根本配不上男友的名头 他是骗子 是流氓 是贪斗无厌的鬼 等家宝再回到卧室时 客厅里的视频通话 已经结束了 面对家宝的质问 男人索性不再隐瞒 而不是单身 他在临时有着四口之家 算一算时间 正是他追求家宝的那段时间 他的妻子生下了二宝 家宝气得发抖 却骂不出一句话来 吹没之后 他照脸拖了他一口 男人惊骇愤怒 他将手里燃着的烟头 朝他身上扔 他骂他 是你太顺 搜货 家宝猛然间发现 其实这个男人 长得一点都不好看 他有哪一点 符合他的审美了 他的眼睛那么小 鼻子又宽又塌 他的额头出油 在灯光下泛着光 他是疯了吗 怎么会招了他的当 男人凝过家宝的手腕 将他按在床上 他一只手 就将家宝的双手控制住了 另一只手 开始撕扯他的衣服 家宝开始叫 拼命地叫 于是他捂住了他的嘴 家宝觉得自己 快要窒息了 他不再挣扎了 他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从他指缝里 传出受伤小狗 一样的轻声乌液 他松开了手 捏了捏他的脸颊 我是真的喜欢你 只要你乖一点 我不会亏待你的 家宝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大脑飞快地运转着 在寻找一个脱身的机会 他的运气不坏 房间里有烟气 他的呼吸又重 因此剧烈咳嗽起来 像是要把肺也咳出来 男人也问见了 他放开了家宝 起身寻找烟气的来源 是他扔出去的烟头 点着了拖液在地板上的床单背角 火苗正甜 试着冒出轻烟 男人骂了一句 跑去卫生间接水灭火 家宝跟着跳起身 抓起手机就往门外跑 跟跑边拨通了一个号码 他大声喊 兰西 救我 四十分钟后 躲在街角阴影里的家宝 看见兰西开着服装厂 运送成衣的微型小货车 像英雄一般风驰电车而来 家宝的泪水滚滚而下 想当初 家宝是在一家不大的中医院门口 认得兰西的 他去看望住院的老乡 出来时 见兰西正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哭 当时 夕阳斜灰漫天 拖掘着长长红光 落在建筑物的墙体上 又折射了满地 已经是夏天了 兰西仍然穿着一件质料不错 却有些厚重的风衣 脚上随便套着一双 已经被踩得塌了根的休闲鞋 他拳着腿 把脸埋在膝盖上 头发被风吹得毛毛的 不知道为什么 家宝已经走出去了一段距离 又忍不住回过头来 家宝蹲在兰西身边问他 你怎么了 你哪里不舒服呢 兰西抬起头 满脸是累 他说 是我丈夫 他快要死了 我听说这个医院里 有位老中医有偏方 找过来才知道 老医生已经不在了 你看 一个人的生命多脆弱 否刘天太不公平了 我的丈夫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后来的三年里 兰西一遍遍地重复着 她说她的丈夫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男人名叫丘陵 只活到了三十二岁 胃癌 却诊后只活了一年零三个月 那段时间 兰西先是带着她求医问药 从西医到中医 从明家到偏方 眼看着丈夫的身体 一天天虚弱下去 深夜里她疼痛难忍 咬紧牙关也咽不下身影 我在被子里的身体 越来越单薄 轻飘得就像一片叶子 兰西又疯了一样地求佛问药 神神叨叨地玉妙就进 见佛就拜 她在佛前常跪 深深叩头 一遍遍地喃喃着 把我的寿命分一半给她 我不怕苦也不怕穷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把她还给我 那是他们结婚的第六年 病床前 兰西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只要一空下来 她就坐在她身边 握着她的手 她问她 你怎么那么知情啊 你赶快好起来吧 不然我一个人怎么活 老公 我们要是生个孩子就好了 我真后悔呀 你是我整天忙来忙去的 图什么 丈夫看着她 嘴角抿出了一抹笑容 以前咱们多穷啊 拿什么养孩子 她的声音轻轻的 以后剩你一个人了 要想得开 要对自己好 兰西忍了又忍 还是哭出声来 我 不知道该怎么办 累死的话 越到后来 她说得越多 睡不着的夜里 她叫她 老婆 到我身边来 她连抱她的力气都没有 她说 早知道自己这么短命 当初就不跟你结婚了 兰西亚 对不起 她续续叨叨 死了就是死了 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 记得了吗 钱是赚不完的 差不多就行了 你这么年轻 长得也漂亮 你聪明能干 心眼又好 一定会有人珍惜喜欢你 到时 你就把我忘了 好好过日子 听见了吗 兰西搂着她的脖子 问她 你舍得让我和别人在一起吗 不舍得 可是怎么办呢 她虚弱地想 不要哭 兰西 等下辈子 我们还做夫妻 好不好 她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 努力克制着哽咽 回答着好 早些年前 兰西开着个小服装店 就临做酒水推销 两个人在一条街上 常来常往 碰面时一个人红了脸 另一个人也红了脸 兰西心灵手巧 人缘也好 有时候自己勾勾画画 设计的样子 踩着缝纫机 做条裙子穿在身上 就会有人来问 于是她就试着 做几件同款挂在店里 居然卖得不错 渐渐的她一个人 坐不过来 就请了师父帮忙 结婚时两个人 把鸽子手里的钱 拿出来算了算 刚够首付一套房 可是丘陵说 房子不着急 我先带你去个地方 丘陵做推销 城里城外地跑 留着心给她 看好了创业的厂房 两个人的存款 合在一起 也只有这么多 怕不怕风险 当然怕 可是丘陵说 没什么 真的亏了钱也别担心 我跑出租扛大米 做什么都能养活你 说干就干 简单收拾了厂房 十几台机器搬进去 又雇了工人和设计师 蓝锡的小服装厂开业了 手里所有的钱都投了进去 夫妻俩吃住都在厂里 办公室就在车间隔壁 拉上一道布帘 就隔出了卧室 创业哪有那么容易 货品积压过 质量问题发生过 也被客户坑过 渐渐的生意好起来 又扩建厂房 增加设备 小服装厂换上了 闪亮的招牌 蓝锡服饰有限公司 他们买了新房 和认认真真的装修房子 咽到着 这里要放薄骨架 那里要放几盆花 餐桌要雪原木的 卡机要买原型的 这则热火烹油似的 可他突然就病倒了 想起来似乎也不算突然 还有时不舒服 却粗枝大业的 一忙起来什么都忘了 不喊累也不叫疼 他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又各自成家生娃 楼下他跟着年迈的奶奶长大 读高中时 奶奶去世 他就辍学出来打工了 他一生节俭自律 宽厚豁豁达 比手后来经济条件好起来 他也从来没有过浪费奢明 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安息大步大步地向前跑 等到猛地停下脚步 发现他已经不在身边了 而给他的全是后悔和心疼 安息崩溃过 他一夜一夜地睡不着 丈夫留下来的几条香烟 他点燃一枝 半天抽一口 就那么呆呆地 看着青烟缓缓上升 嗅闻着熟悉的烟味 还觉得丈夫还在身边 没有走远 再后来 就连那几条香烟也没了 好在还有事业 那是他们的孩子 安息想着 他得一个人把这个孩子养好了 他以为没有人 可以替代丈夫的位置 这辈子 他只能一个人 孤孤单单地生活了 不工作的时候 可真是空虚啊 害怕他孤单难过 家宝和林鹏 合同三个人 常常门流陪着他 一起吃饭逛街 哪怕是买一双鞋 两双袜子 也要问他好不好看 后来合同和林鹏的房东忽然毁约 两个人只好慌忙找房 兰西提议了合伙买房 一起生活作伴 相互扶持 四个人一拍集合 兴奋地一直讨论到后半夜 才各自歪倒在床上和沙发上 昏沉睡去 站在小区门口扶着车门的男人 名叫郑延舟 第一次见到他时 合同和林鹏都以为他是家宝的追求者 永路上 合同叫住了走在前面的兰西和家宝 四个人勾肩搭背地往家走 合同心里搁不住事 日时就揽着家宝的细腰 小声问 大人谁啊 刚认识的吗 帅吗 家宝笑起来 是兰西服饰的合作伙伴 熟人了 兰西没说话 她扶着林鹏的肩 一路上只顾着看手机 走得摇摇晃晃 却又很自然地透着熟女的风情 她像枝头熟透的果子 饱满风润 吹弹可破 院里女人们坐在露台上聊天 楼群里有星星眨眼 月亮光滑坠地 卸下武装和疲惫的他们慵懒的或以或作 穿着水衣 慌着脚丫 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灯光留夜 从客厅的另一段望过去 露台上的景象像足了平面广告图 何彤打趣着家宝 问她有了男朋友的话 以后会不会就不回这个家了 家宝懒懒地晃着红酒杯 娜娜呢 这里是我的家 是我的堡垒 我的心灵感问 何彤对郑严州很好奇 可是再多问一句 家宝却不肯打了 兰西拢着睡袍站起身笑道 童童 你怎么不问我呢 觉得她不会看上我 是吗 何彤有些尴尬 但更多的是诧异 她说 那老不是 我以为你轻易不会再对谁动心啊 林鹏的视线从窗外收回来 落在了兰西身上 兰西已经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为周三次亲自直播 只要她上线 直播间人数总是最多的 她热情爽朗地恰到好处 显出了几分真诚和内敛 她有钱有言有誓言 爱人对她着迷 再正常不过了 林鹏觉得吧 别说正言周三十一岁 就算二十一爱上兰西 也不是没有可能 兰西弯身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没喝 却又点燃了一支烟 她其实没什么烟瘾 却总是忍不住一心烦就点烟 她问 如果我真的动心了 你们会觉得我薄情寡义吗 林鹏抬手粘过她手里的香烟 扔进了桌上的一支红酒杯里 烟头在杯底残留的液体里 发出呲啦一声响 她说 已经动心了 兰西姐 要不然 她哪有机会出现在小区门口 兰西笑起来 讨厌了 蓬蓬 你那么聪明干嘛 林鹏也笑 眼里却隐约有着悲怆 她说 我才不聪明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天底下最傻的傻瓜 兰西知道她又想到了什么 于是抬手摸了摸她的头发 别喝了 蓬蓬 明天还上班呢 再喝一口 林鹏欠身倒酒 她说 我在妇产科里探过粗心凉薄的男人 也见过体贴温柔的男人 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常常被一些人的深情打动 他们的一举一动和眼睛里的情绪是藏不住的 尽管我不敢说天长地久 但至少在那一刻 我绝不质疑她们的爱意 与真心 是啊 女人也一样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丘陵 但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爱上了别人 我愿意原谅我自己 也希望天堂里的丘陵能够原谅我 兰西说着 再次用力地揉了揉林鹏的头发 蓬蓬 你看我都这个样子了 却还是相信爱情 也相信我们身边仍然有很多好男人 你也不要因为不小心踩过狗屎 就害怕了 就觉得整条路上都是狗屎 听兰西话里的意思 仿佛是对林鹏的过去有所了解的 那曾想法让和同气挠起来 她原本快言快语 这时候简直有些口不择言了 她看着兰西说道 你当然相信 只是你想过没有 如果丘陵还活着 你们再在一起生活三五年试试 到时候她没那么忙了 手头也充裕 一大把漂亮的小姑娘围在身边跟她示好 到时候你再看 彤彤 林鹏制止着 她不制止还好 这一来和同火气更大了 她说 这就是真相 有什么不能说的 兰西姐 你扪心自问 就算丘陵还活着 每天把你当成女神一样供奉着 你敢说你会永远爱她吗 恐怕只要和郑延周这样的人一比 她就会黯然失色 闭嘴 兰西打断了她的话 和同 你懂什么机灵 就你看得穿世事 是人间清醒吗 和同冷静了一些 她站起身来 陈西姐 可能我说的有点多了 但我也是为你着想 当初你有多难过你都忘了吗 现在怎么了 好了伤疤忘了疼了 怎么遇坑就想往里跳啊 是你说要我们四个人一起生活的 为什么第一个做叛徒的人也是你啊 兵鹏揽住她 将她往房间里拉 你喝多了 同鹏 不是这样的 你少说两句 和同甩开了她的手 兵鹏 你也是个叛徒 我们认识十多年了 你到底有没有当我是朋友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 临鹏缓缓地开口 童童 你一直想知道我的过去 可我觉得 就算是姐妹或者闺蜜 也不一定非要交换苦水 我心里的伤口 我不愿意撕开给任何人看 我堵不住外面的悠悠中口 但总有办法让自己闭嘴 眼见场面越来越乱 一直没说话的家宝跳起身来 她平常说话嗓音就软 倦嫁也像撒娇 好了 想谈恋爱就谈恋爱 想喝酒吃肉就喝酒吃肉嘛 咱们家又不是尼姑庙 要守什么什么清规戒律 至于男人嘛 我们今天敢说爱他 明天就有底气坏了他 你们说是不是 兰西被他说笑了 回他一句 大叫尼姑安 和尚才住在庙里呢 林鹏跟着挥挥手 散了散了散了 洗洗睡 何同没打招呼就出差去了 晚上七点多 家宝的电话打过来 问他 童童姐 你怎么还不回来 何同还没等回答 那边就又传来了 兰西的声音 童童 我做了你喜欢吃的 冰糖酱鸭 你什么时候到家 何同哼了一声 我出差了 正加着班呢 诚心缠我 讨厌你们 过几天何同出差回来 给美人买了一条花裙 却被兰西嫌弃 神经病啊 咱们家就是做服装的 还要出去买 何同立刻怼回去 咱们家还有厨房呢 你怎么老想着在外面吃 家宝笑着抓起新裙子 童童姐说得对 我喜欢这个款式 我现在就去试 林鹏正在阳台的瑜伽垫上 坐拉伸 对客厅里的热闹 充耳不闻 何同走过去 拿掉了他的耳机 笑道 还生气呢 林鹏看了他一眼 谁要跟你生气 你读高中的时候 就很嘴碎 我都习惯了 何同又气又笑 你说谁呢 一场不快 就像是过云雨 很快又天晴了 从表面上看 林鹏似乎理智而冷静 但事实上 他的心中藏着深情 林鹏前夫所在的 医疗服务公司 进行内部整改 委托了第三方 审计公司介入 派出的审计师队伍里 何同刚好在内 林鹏的前夫姓顾 职务是区域销售总监 人称库总 何同以前也见过他 只是不熟 审计工作进行到第四天 夜里何同悄悄跟林鹏说 他们管理层之间 还有些隐隐狗狗 老顾这一次 怕是要栽了 林鹏沉默了好一会儿 后来他说 他太急功近利了 不过他怎么样 不跟我没关系 童童 你只当不认识他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要影响了你自己 何同看他良久 轻声问 你是不是还爱着他 林鹏一下子就哭了 终于把往事说给他听 三年前 顾总还是小顾 有一天后半夜 他的女上司 因腹痛男人 被送进急诊 分断结果是剧烈运动 导致了黄体破裂 有多种情况 可能导致黄体破裂 但夜间发生的原因 常常只有一种 那一夜 小顾谎说加班没有回家 一直陪在女上司身边 小顾聪明地避开了 林鹏工作的医院 可惜偏巧当职医生 是林鹏的师姐 也是他跳槽了的旧同事 后来的那段时间 在林鹏看不见 听不到的地方 穿研像军丝般飞快生长 小顾仍然在他面前 扮演着好丈夫的角色 他接他下班 给他送花 和他谈论备孕计划 林鹏自打结婚 就没有避孕过 可是小天使并未来临 知情后的同学 和同事们悄悄议论 窃笑地说 是小顾将种子 撒去了别处 他们说小顾也太疯了 真不要脸 于是大家看着林鹏的目光 就都带上了怜悯和同情 就连关系平常的同事 也会对他表达善意 将目光在他的身上逗留 让林鹏一头雾水 诧疑自己是不是一观不整 窗户只是被林鹏的 老师戳破的 老师一向看重 爱护他 可以在业务上 直言骂他 这时却觉得难以起口 最后还是指点他 去问他的师姐 骄傲的林鹏 自尊碎落一地 得知真相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是做全身体检 第二件事是离婚 第三件事 是递交辞职报告 两个人的房子和存款 小顾什么也没要 黑车载着他自己的东西 滚蛋了 林鹏也没客气 很快卖掉房子 将存款转入了新账户 三年恋爱 两年婚姻 最后只用了三两天时间 就一拍两三 跟此江湖不见 人间失联了 只是 不知道是不是断得太快了 后来的林鹏 常常会有错觉 有时候觉得前面的五年是梦 有时候却又觉得 后来的三两天才是幻觉 然而不争的事事事 他总是梦见他 他在大学校园里 笑得阳光明亮 他在球场上挥汗如雨 他拉着他的手 放进大衣口袋里 他站在春天的花树下等他 他站在婚礼的鲜花拱门底下 他说 唐宝 我爱你 甜蜜的恋爱总是相似 变心人却各有各的渣 忘事难再提 心碎一地 拾不起 郑延舟在追求蓝溪 白溪心意松动时 她的追求就愈发不加掩饰 林鹏对何彤说 蓝溪姐心里 有着我们已经失去了的热力和天真 除了命运不公 她没有被感情伤害过 她的心里有满满的爱 只有尝过婚姻幸福的人 才更向往婚姻 是不是 彤彤 如果有一天 你也被谁点燃了这样的热情 我同样不会告诫你 指责你 我只会告诉你 想做什么就去做 想要什么就去争取 就算疼了 怕了 后悔了 你也可以重新回到我们这个大后方 回到我们的堡垒里 这才是家的意义 对不对 何彤连连点头 她把脑袋靠在林鹏的肩膀上 固然低声说一句 她来找我了 林鹏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谁 何彤笑起来 露出了一点粉色牙影 看起来一派天真 她说 还能是谁啊 照狗呗 林鹏没说话 两个人靠在一起轻轻摇晃 看着地板上缓慢移动的花影 正眼中养了一只猫 白白软软的像一只糯米团子 她带着白猫去兰西的办公室找她 她说 我要出差几天 你能不能帮我照顾我的猫 养猫和接我 选一个 养猫 正眼中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招来了南西的一记白眼 她将白猫送进南西怀里 可惜那猫似乎对她充满敌意 正脱不掉时就朝她的锁骨上拍了一爪子 南西吓了一跳 惊叫着松开手 办公室外 有人正准备抬手敲门 家宝从身后过来 致指道 没什么要紧事的话 你等会儿再过来 逢着时间紧 工作忙 白熙常常一整天都待在车间里 她不化妆 穿工作服 平底鞋 她会亲自上手操作 她的骨子里仍然保留着劳动人民本色 她的皮肤状态还好 目光通透而坚定 但眼角已然有了难以逆转的戏文 郑炎舟觉得 这样的莱希朴素而勇敢 真实又脆弱 更让人动心与爱恋 那不是没有故事的男同学 她明白谈情说爱是什么 而婚姻又是什么 如果说恋爱还可以粗枝大叶 婚姻里却充满了细枝末节 秋林的第三个忌日 莱希从墓园里出来时 郑炎舟等在路边 一路无话 直到填好车 她才低声问 你还好吗 蓝希抬眼看着楼上 格子一样的倒倒窗口 那里曾有她和秋林的家 她问 你能等我一会儿吗 我上去收拾一下东西 要帮忙吗 不用 蓝希在转过脸时 眼圈红了 这套房子我打算卖掉了 本来也没住几天 现在更是没剩什么了 我不介意 过了好一会儿 正言周轻声说 我不介意你在心里给她留一个位置 蓝希 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这两年 我的心里憋着很多话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跟你说说心里话 你先等我一会儿 蓝希的话里似有羽翼双关 等我收拾一下 把这扇门关好 蓝希和郑延周的恋情一旦正式开始 便颇有几分催枯拉朽之事 蓝希本来就忙 这一来更是几天都不回家一次 白天时 冰鹏抽空给蓝希打了个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 蓝希就笑了 鹏鹏 想我了 冰鹏也想 是啊 不过一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不想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的状态挺好的 确实挺好的 蓝希姐 你等我一下 办公室里有人进来了 冰鹏还准备和她说几句悄悄话 就齐身进了露台 随手关上了玻璃门 蓝希和郑延周在一起了第二个月 郑延周就求婚了 蓝希看着钻戒上的石头 有些震惊 什么的 郑延周哈哈笑 蓝希就拍了她一巴掌 又说 你也太冲动了吧 她又笑 前两天咱们还一起得青年实干家的奖状 能没点实干精神吗 你相信我 我眼光好 行动力也还行 运气不差 不得不说 和阳光而蓬勃 很有感染力 总让蓝希觉得放松而快了 她开始依赖她 蓝希认真端详着那枚钻戒 她当然有能力宠爱自己 比这枚钻戒更贵重的首饰她也买得起 可是她的意义不同 郑延周拉过她的手 好看吧 我给你戴上 戒圈大小刚刚好 蓝希刚要惊讶 郑延周说 为什么男的 你睡觉的时候 我用棉线量了你的手指 家宝家的 说起家宝 蓝希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临棚和河童 不由地心底暖流激荡 她抬起手臂抱住了郑延周 还说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命不好 现在才发现 原来我拥有的东西这么多 这么好 蓝希准备暂婚的消息很快就在公司里传开了 接着一直暗暗关注她的丘陵的父母也知晓 她可对离异多年的夫妻 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同心同德 他们带着再婚的妻子和丈夫 以及再婚后生下的儿女 被一群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亲戚们簇拥着 踢刷刷地站在了蓝希服饰的院子里 他们阵阵有词地说 要为死去的丘陵主持公道 嚷嚷着只要蓝希再婚 他们就得分掉公司的一半资产 丘陵的遗言里是对她的父母有过安排的 蓝希早就照做过了 她记得清清楚楚 丘陵卧床一年多 她的母亲来看过她三次 父亲只来过两次 至于她的弟和妹 在她的手机上根本连她们的联系方式都没有 蓝希替丘陵伤心 替她生气 好不容易长好的伤口被狠狠撕开 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 可是翻遍了桌面和抽屉 却连一个打火机都没找到 她光当一声摔上抽屉 起身冲出门去 蓝希不知道 这群人刚冲进来 家宝的电话就打出去了 此刻何同和林鹏已经快到了 路上何同给她的前夫打电话请求支援 林鹏也给一位律师朋友打了电话 对方承诺立刻就到 一行人全部到齐之后才发现 前夫哥带着两位发小 B师朋友又带上了他的警察朋友 B型人来自各行各业 还真是能闻能武 这严周刚到时 那些人七嘴八舌的还吵得厉害 还想要往里冲 却被家宝和一个办公室主任拦住 家宝说 你去不合适 再说了 叫你们过来是撑场子的 可不是打群架 相比于报警处理 蓝希姐肯定更愿意自己解决 咱们看情况再说 蓝希站在秋家的亲友们中间 她深觉讽刺 不由得冷笑的 丘陵已经去世三年多了 你们中间的好些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 多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今天既然你们来了 我就给你们好好说说 十六岁辍学离家的丘陵 是怎么生活的 我们的婚是怎么结的 她最后的那段日子是怎么过的 还有你们最关心的蓝希服饰 是怎么成立的 我说完之后 希望你们还能像现在这样 腰杆笔直地站得住 蓝希开口之后 河童和临棚就知道了 就算他们不来 蓝希也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 但毫无疑问 他们是她的坚实后盾 蓝希字字空腔 根本不给人智慧的余地 她说 今天我认你们是丘陵的亲属 希望我们各留三分客气 这个小破场子是我的秘 谁想染指 我就跟她拼命 不信你们试试看 蓝希只顾着说话 为祝夜河童和临棚 什么时候站在了她的身边 等她反应过来 又又下意识地去找家宝 家宝站在人群的外围 等出她竖起了大拇指 她也看到了郑延舟 她站在人群中间看着她 就那么一直看着她 后来她笑了 她就也跟着笑了 人群散去之后 家宝最先冲上来抱住了蓝希 郑延舟都不好使 家宝又是崇拜 又是心疼地 抚着蓝希的后背 一叠连声地问 姐你好厉害啊 姐 要没有被他们气到 蓝希松了一口气 笑道 放心吧 你以为你姐是好欺负的吗 等到关了门 独自面对郑延舟时 蓝希的声音顿时软了 气死我 那天晚上 郑延舟设宴请客 席上和同说 蓝希姐 气氛都轰扑到这儿了 你们俩要是不赶紧 把这婚结了 都对不起现场观众 蓝希笑起来 童童 最不舍得我结婚的那个人 好像是你吧 是啊 不舍得 和同揽着她的肩膀 对着郑延舟举起了酒杯 以后每个月都把蓝希姐 借给我们几天 行行 没有人能听见 郑延舟的回答 因为林鹏跟着嚷了起来 她说 蓝希姐 你今天晚上就得跟我们回家 你这个重色亲友的家伙 你自己说 你多少天没回去了 众人哄笑 家宝笑得直咳嗽 蓬蓬姐 你少喝点 这话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吗 蓝希笑着看他们闹腾 轻声对身边的郑延舟说 家宝年纪小 但她最善解人意了 何同永远口对心 她最实在 冰蓬最聪明 最冷静 她呀 总是一点点酒就喝醉 夜深了 酒宴散去 不知道是第几回了 四个女人玩手揽尖地往家走 何同提议 我们唱首歌吧 不能唱 半夜扰迷 冰蓬大声制止 左脚搬在右脚上 好在她一直撑在蓝希身上 才没有摔倒 她扭过脸去看何同 童童 你是不是要和姓赵的复合了 何同笑起来 却又叹息 你觉得我们俩还能复合吗 我不知道 不过童童 离异夫妻很难做朋友的 如果实在放不下 就打落牙齿吞掉委去 从此好好在一起 要么就狠心分开 不要拉扯 会伤人伤疾 我知道 何同轻声说 不可能了 我只要想起那些事情 心里就各得慌 我们大概需要先原谅对方 才能渐行渐远 夜风轻柔 树叶微动 迎送这浅淡花香 蓝希说 谁知道以后怎么样呢 但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我们是姐妹 是一家人 说得对 灵鹏应道 我想我会一直留在这里 等着你们回家 蓝希心疼地 扶了扶她的后背 疼蓬 忘掉吧 就像丢掉一袋死老鼠 把她扔得远远的 灵鹏扬起头笑了 神情里有着少有的飞扬 就快要丢掉了 蓝希姐 我今天看着你和郑严峰 头碰着头说话 觉得真好 一直没说话的家宝 终于开口 她说 我以前觉得 没有爱情的人生 是不完整的 后来总算是明白了 我们有自己的天地 我们有远山阔水 而男人们不过是月色和星光 有他们也好 没他们也罢 我们独美 是啊 想做什么就去做 想要什么就去追 我们有这样的底气 我们不害怕 也不后悔 没错 日子还长 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 人生如流 也不过是御花闻花 御海看海 便是御崖成铺 也能再聚成流 亲爱的 你说对不对 我怎么会发现 很 厉害 你 到底 谢谢观看